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你选择的感情 今天是很好 那是因为我是一个很纯娘 很可爱 也很带人带来的小妹 阮阮姐 你看到就是一个 很惦恬弟弟妹妹的这个 早就知道 我就应该开始主动 来跟你认识啦 我们现在少年也不会算太多了 智琳 她也不过 你都不会反对了 想要反对啥 就是 熊熊知道自己的爸爸 在外面还有另外一个 亲身女孩 你甚至还要叫她坐坐 这应该很难接受的了 就参除自己了 我们大哥的故事 我也就了解了 当初你在跟爸相亲的时候 大哥是不是很困难你了 也不是说困难啦 我知道这个 需要一段时间去逗逗逗逗逗逗 所以我应该了解 我没想要对你说白菜 其实之前我知道 这件事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意外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件事的时候 我一直问问小哥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 不然我爸爸 会偏心自己的女孩 但是 我相信问小哥会敢说 你说你是一个很文章 也很选章的 如果这样就一定是好 今天跟你记得了 我就知道 问小哥不配我 智琳 好 谢谢你啊 不可以这样接受我 那是真正说起来 应该是我对你 可可可不好意思 好 好 你出生很大 都没得到亲身爸爸的贴手 我要算是让爸爸 同在手掌心很大 因为他在那一回五回 你没得到亲身爸爸的情侦 对你真正不公平 对你 是 其实哦 我也是 近几年了 我才知道 我哪有时间爸爸的存在 但是 我从小到大 一直都有 有爸 也有两才爸爸的照顾 其实我感觉很好 哇 这样 你有三个爸爸呢 也是很幸福的 我现在总算是 梦想成真啦 总算有一个 真是一个 这样有女儿的这些啊 嗯 小哥 你是羡慕还是嫉妒啊 谢谢 哦 我有听到啊 现在好像有人 想要跟我唱这些 不过 怎么没问我的意思啊 问我到底是有原因吗 嗯 刚刚你没原因吗 当然啊 不敢说 他喜欢这些呢 如果我在夜面头间 塞龙两骨 没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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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佳妹 你是不是要 变成我的小嫂啊 她买到自己的小姑 带你那小鸡吧 嗯 嗯 这很难说 嗯 五妹 啊 智琳哦 比你更久了 不要让我们去乎啦 对 丰森丑的啦 不要看她这个模样 她哦 过人真啊 我可能会让我们去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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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还要留学? 嗯 деся